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才听蔡老师讲第十六集 我们学一学十六集 请出主要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有一段 在第二页第六段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为人 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 故君子常忍之才 小人义人而取胜淫 这是出自于孔子嘉宇 那么刚才呢讲到 那个魏翼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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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被 这个 外族啊 的人侵略把他杀死 而且吃他的肉 吃到剩下一个肝 那么他的 那么他的尘子啊 把这个肝剖出来啊 把这个魏王的肝放到 他身上啊 那么这个 蔡老师讲啊 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 都会有一个疑问 真的吗 有可能这样做吗 这个就是 不信人 自己做不到 但是又不能相信别人能做到 那这个就是小人啊 那这个就是小人啊 那君子就是 看到自己做不到 别人做到了 对他很敬畏啊 那么这个事情啊 其实古代有 现在还有啊 我们五楼厨房 那个秀凤 他两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啊 肝坏掉了 肝坏掉了 那么 他弟弟啊 要煎肝给他 那因为他哥哥他 原来不接受 后来一直沟通 也接受了 所以现在在比对啊 就把那肝啊 割一部分给他哥哥 让他哥哥能够继续佛下来 所以 刚才讲到这个肝啊 我就想到这个事情 那有时候啊 真的有些事情 我们做不到 不代表 别人就做不到 所以就是这里讲的啊 我们应该 要以君子之心啊 来敬畏人 对 能做到的人啊 我们对他心存 尊敬 畏惧 不应该啊 去怀疑 说可能吗 会有这种人吗 我们 我们 不要怀疑 古代的时候有 那讲古代啊 也没看到啦 那古代有这个公案啊 我们一定啊 要把它拉到现代 来对照 古代有 现在还有 有 所以这个 我听了就 很有感受 因为 前天他才给我讲的啊 所以这个很近的啊 印象深刻啊 那么这个 我们学的这个情书制药啊 这里讲的 都是提出唐朝时代的 那么不要说唐朝就是 民国以前啊 很多时期 他都属于太平盛世 那有 也有很多时期都是乱世 那么过去的乱世啊 没有我们今天 这么乱 我们查历史啊 没有 没有这么乱的啊 乱到连自己祖宗都不认啦 那没有 你在以前的改朝换代 杀来杀去 你看历史嘛 就知道了 没有现在这么乱 所以啊 在唐朝啊 那个时候叫 真观之治 那个时代啊 叫治世 他叫做治世 治就是说 这个 他治理的很好 大家都很守规矩 那整个社会风气啊 也大家都很守规矩 都守离 守规矩 一点不乱 治 治 那么后来 现在啊 也慢慢有变了 这个 就不完全 像治世那么好了 变一些比较差一点了 到我们现在是乱世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啊 也要懂 因为我要特别跟大家讲啊 因为我要特别跟大家讲啊 在菜根坛有一句话讲啊 处治世于方 方就是方方正正的 一点不苟取 在治世 大家都守规矩 那你一个人不守规矩 那怎么行呢 啊 这个丝毫啊 不能苟取的 啊 这个是治世 那唐朝啊 真观之治 这个时候是治世 那汉朝啊 文景之治 那在清朝啊 有 康熙 永正乾隆 那这三朝 算是治世 那么 处治世啊 一方就是 人家大家都是 规规矩 你怎么可以去破坏 这种规矩 那这个是 一定啊 不可以的 啊 啊 这就处治世 一方 方方正正 那么处熟记之世 一方圆并有 熟记之世就 没有治世那么 大家那么守规矩啦 但规矩还是有 那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时代啊 那在这个 有时候要方 有时候要圆 除乱世啊 以圆 圆就是说 方正 有方 有方圆并用 有圆 通通有啊 看在什么地方 怎么用 那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环境 要圆 啊 这样啊 才能 选得通 啊 就好像啊 这个 讲世间法 治世 熟记之世 乱世 那以佛法的法运来对照啊 治世就是正法时期 大家都守戒律啊 那戒律啊 你只要持戒就正阿罗汉果了 那佛法传了一千年了 到了相法 相法就相似了 很相似正法时 但是已经 有改变了 那这个时候啊 完全靠戒律 正果就达不到了 正果的人少了 得禅定的人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持戒修定啊 加修这些指观 只修定 在正法时期啊 持戒 你二排五十条戒 持得清净 你自然就正果了 那么 到了我们现在末法啦 进入第二 两千年以后 进入末法时期啦 那戒律也不行啦 禅定也得不到定啦 那只有净土才能成就 所以 这个世间法 对照佛法啊 那这个来比对啊 也是有 相通的地方 因此 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 你要认识清楚 所以听课啊 我怕大家呢 把它听死了 刚才蔡老师讲啊 刚才蔡老师讲啊 不能讲人情 不能讲人情行吗 我问你 这个是她七年前讲的 的确蔡老师现在 现在出家啦 那是承德法师啦 现在这个越来也提升啦 那早年在零四年讲的 跟现在 跟七年前讲的 有差别很大 那现在当然又 跟不一样啦 所以不能听识啦 这个 你该方的时候啊 要方 有时候你要方圆并用 有时候你要圆 你看什么人 什么环境 什么对象 什么地区 写如老人 李秉兰老吉士讲 一部四库前书 讲的就是四库人情 怎么可以说 不讲人情呢 你能离开人情吗 不能你试看看嘛 可以去看看 看你行得通行不通啊 行得通啊 表示可以 那就继续这么做 如果行不通啊 那恐怕 要听听 写如老人讲的 离就是讲四库人情 就讲四库人情 那什么叫离呢 离它就是有规矩在 顺乎人心啊 顺乎人情啊 那这个顺乎人心 顺乎人情啊 它不是顺人的私心 而是顺一个公理 所谓人同此心 心同此你顺一个公理 你自私 你有私心 那你看到别人私心 你接不接受啊 如果你能接受 那当然也可以 如果不能接受啊 就说明什么了 那这个是不对的吧 别人这样做不对 那我们这样做也不对啊 是不是啊 就是要有个公理 要有公正嘛 不能说啊 别人不可以这样 那我就可以这样 那就没有理了嘛 这个叫做四库人情 这个叫人情啦 比如说你看到别人贪 不行喔 那我贪可以吗 我贪可以 他不可以 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啦 对不对 这个谁都不能接受嘛 那这个就是 这个当中 就是一个公理 他答案就出来了嘛 所以这个公理就是 大家要去遵守的嘛 那你不可以 那我也当然也不可以这样 那个叫理 这个叫事故人情 那么理的精神就 自卑而尊人 那这个 这个方面啊 要学问很大 大家要 要虚心来学习 所以公无理则老 甚无理则习 另外一个离啊 他去节制 公正 你没有离去节制 他就很疲劳 谨慎啊 没有离去节制 那就很不自在啦 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 做也不对 不做也不对 要理去节制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 我们这个学啊 要 要懂得去圆融 我怕你们把话听死啦 那久等了就 又天下大乱 好 我们 现在 午灾时间 祝大家 禅烈为时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祝大家